我们看到内地现在的疫情 也是发展比较迅速 连续多天已经都是破百宗的案例 对经济的影响也许会形成 之前大家没有想象过的 一个第一季度的这样情况 而另一方面本港经济 也刚才在新闻中提到 在过去一年是实现了 一个负增长的6.1% 那么未来整个香港经济 会在疫苗已经到达的情况 创下越来越好吗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独立股评人杨俊文先生 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杨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我们先看到一些公司方面 最新消息就是 蚂蚁战略配售基金缩水三分之一 有260多万户是要退出这个200亿元 那么也看到多个参与到 蚂蚁APO融资的这个投资者 他们其实都是希望说 能够给到一个关于未来发展的 一个比较详尽的交代 包括说我是否会再次推动上市进程 那么资金会怎么安排 那么就您的观察 资本市场对于这个事件 目前是怎么样的反应 是不是说这个资金也都 未来这个资金也都会更加谨慎 在投资类似的企业上面 采取一个非常保守审慎的态度了呢 关于蚂蚁这个鉴配这个基金 就是那个情况 哪个时间呢 就是在三年的时候 哪个蚂蚁上市的时候 就是出了好几家基金 都是有五家的基金 都发了一些基金 就是这个投资的额度 就是大概六百亿的水平 而且就是很快就已经 就是这个配售完结了 因为就很多人希望 就是通过这个 这些基金去拿到这个IPO的 因为如果是自己抽的话 很容易去抽不到 就是这些基金呢 基本上都是有18个月的封闭的期的 从最新的数据看 就是原来呢 就是有1360万的户口持有员的 现在已经下降到1100万的一个水平 因为原先它的基金的目标 都是投这个蚂蚁嘛 所以就是现在变成了 就是蚂蚁这个上市的情况 就是可能退迟 但是退迟的什么时间 基本上是没有可以预计的 如果从他们拿好几家基金的NAV来看 就是主要就是大概的E水平 就是可以说就是放在哪里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 就是因为哪些基金 他就说就是有可以投去最多 因为基金的限制问题 就是最多投一层的基金 去投这个蚂蚁 因为他们也预计蚂蚁上去 就会升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就是光投一层都不成问题 现在的情况变成了就是 有很多的持有人都是有疑问 如果有疑问的部分 这个大概就是三百一层已经退出了市场 它无仗的公司主要是华萨 伊方达 盘华 中欧那些 就是无仗都是拿到不小的 原先配了这个蚂蚁的一个份 但是现在停了之后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它就会不会上市也不会知道 而且就是因为已经可以了 只有如果再上市的话 如果你有些投资者想离开的话 会怎么处理的都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基金就是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粗塞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没有试过 在上市之前的一两天 就是给中央去交情了 但是哪些基金准备运作了 我就觉得有一次投资者是会等的 因为它反正就是闲在哪里 没有什么东西做 你可以看到它的NAV就没有什么变动 这个就是退出了 离场了 就是这样一个选择 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些特别的基金 我觉得因为这些基金本身 都是很少会出现的 因为只有一些这些非常大的 而且非常有名的才可以 会弄出这样一些特别的基金出来 正常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些基金的 另外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在去年 也是严重冲击了香港经济 在去年一整年 这个破产强制清盘的一个申请综数 都是创了一个四年的新高 那么香港总和商会也是推算说 香港的失业率在去年底 是要上升到7%的一个水平 那么对于目前香港的一个整体状况 您怎么来看今年第一季度 香港经济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疫苗消息也是表示说是在下个月底的时候 疫苗是有可能是开始就是接种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给香港的整体的市场经济 会带来一些新的起色呢 那么投资者是否又会按折服过动 其实香港主要就是预计在2020年 都是收两个主要的东西去影响它的经济 第一个就是肺炎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中美贸易战 我觉得肺炎就是你可以看到外国 已经开始打这个疫苗 但是好上都这个进度 或者这个承操都非常 就是跟预计都差得满人的 所以可以说就是这个疫苗 要发挥这个供效的话 可能真的需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全个所有的人都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才有可能就是这个肺炎去真的是完结 但是我觉得这个肺炎 拖的主要是时间问题 不会永远就出下去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之后 基本上是应该这个东西会慢慢 从这个世界上消息或者最起码就是影响 都会小一点 所以就是经济也应该有一点回升 因为这个不同国家的封闭 就是旅游或者商贸都会回一些过来 第二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因为特朗普的时代 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得非常明显的 而且就是两边都没有养步的一个状态 问题就是不知道拜登会出的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 中美贸易战打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怎么样打才是这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跟特朗普哪样 就是驱动军系啊 或者就是一些政治啊 或者其他的贸易上的一个 出一些限制的伤口 还是拜登上场之后 会把特朗普原先 扎给中国跟香港的一些 限制去放分 这样就变成了就是中美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憧憬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预计的 因为反正就是特朗普年代 已经打得非常火焰的 拜登我觉得基本上 没可能达到特朗普这个水平 最差的情况都是围棋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看经济的话 我觉得2020年 下半年之后会好 但是第一季大跟第二季大 还是有保留的 好那我们最后还看回到中美方面 就像刚才就着您说的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和贸易战 可能还会再继续打 而现在也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在即 也阻止零部件及半导体公司 向华为供货 那么在经济寒动的情况下 内地去年也实现了 经济增长2.3%的状况 但是疫情反复 现在看到内地这样的一个 疫情蔓延的情况 您觉得多重因素之下 您对于中国内地第一季度的 这个经济增长怎么看 那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的 这个科技战继续的升级 华为等此类的公司 也是大受打击 那在这个方面 有投资布局的朋友 现在应该是怎样的态度呢 大陆那方面我相信 对它的防疫的能力 就非常有信心 因为它第一波的时间 也是管理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就是随着他们的一个封城 或者其他政策方面 很快去恢复 对整体的经济 还是有影响的 有限的 如果从这个投资方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中国方面就是一些受打击 都是一些高科技的行业 但是同一时间中国本身 这高科技的公司 就是主要的市场 都是在中国方面 它本身的内需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中期起来 你可以看到股价很新的 对公司的息息影响 也很是非常友善 好像小米一样 你可以看到 它掉了之后 很快又去往上走 这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Ivan这一时段 为我们带来一个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时间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再见